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很特别的功能 如果说你刚刚的内文美化做好了 你可以用原来的文件继续做没有关系 那如果没有做好 你帮我开07行动学习这一个 好那07就是我们刚刚 标题跟内文都美化好的文件 这一份目前都还没有做目录 还没做目录 如果说这一个企划书 你提给主管看 主管看完觉得说 你做得不错 希望你明天跟同人简报一下 所以我如果需要把这一份计划书 转成简报的内容 这个部分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 我只要把这份文件的主题 就是左方导览这些 变成简报的内容 那当然红色的字标题 就是简报的主题 蓝色的字就是那张投影片的内容 所以这边会有一张投影片 两张投影片 三张投影片 应该有九张投影片 好如果有这样的需求 你会怎么做 以目前我得到的答案 大概就是复制贴上 OK或者是 我听过另外一个答案 叫剪下贴上 剪下贴上稍微危险了一点 用复制贴上 其实算是正确答案 但是没有更快的吗 其实有一个更快的功能 但是这个功能 只要你的样式格式稍微复杂一点 它会失败 所以微软已经把这个功能给藏起来了 那我先来把这个功能给叫出来 它叫传送到Microsoft PowerPoint 好这个功能呢 我们必须到档案的选项 档案的选项 找我们的快速存取工具列 选这个快速存取工具列 这个动作取消一下 跟点上面这一个快速存取工具列的 自定快速存取工具列 这个向下箭头 选择其他命令 是一样的画面 它就预设停在快速存取工具列 而我要找的功能 它不在常用命令里面 你要点这个常用命令 选不在功能区的命令 有个不在功能区的命令 也就是说上面这些索引标签 你找都找不到这个功能 好那这里的排列 是依照第一个字的名称排列 所以先排符号 再排英文字 好那传送到 你就可以大胆往下选 自动 这个字的笔画比传还要少 所以选到移除再下来一点点 贴上再下来一点点 看到邮件了 稍微慢慢往下移 项目下面就有个传送到 Microsoft Powerpoint 选这个功能按新增 把它新增到快速存取工具列 OK按确定 我的快速存取工具列 都会多一个按钮 叫传送到Microsoft Powerpoint 我只要按下这个按钮 所有的主题都会被传到我们的简报来 好 这个就可以做简报的美化 简报美化 我可以用设计索引标签 套一组我们自己设计好的布景主题 好 这个就必须Ctrl加A全选 先重设让我的这个资料能够依照布景主题的格式来呈现 重设一下 这份简报其实就差不多完成了 不过这份简报我可能就有一些美化可以稍微修改一下 第二张投影片 我切换到投影片的浏览模式 像底下这三张的资料不是很多 我的版面配置就可以选择这个美化比较多一点的 好 那甚至于这一张它应该是属于区段标题 可以改成区段标题 它的美化就可以随时来做版面配置的修改 为什么我的版面配置会有这么多不同的美化效果 这是因为这个简报的布景主题 是我们稍微花心思设计过的东西 OK 那这个按F5播放一下 这份简报就有一定的美化效果 有它一定的美化效果 那这也是我们在简报课程 这个布景主题算最基本的了 算最基本的 我们后面在简报课程会跟大家谈更专业的布景主题的设计方式 可以让你快速把简报美化完毕 当然可以再做图解 那这个部分就到简报的课程再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有关Word转简报的部分 这个麻烦大家试看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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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